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的時間了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頻道遇上了經營困難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好了,今節就是我世界時事多合一的時候 好,第一條新聞就來自BNO祖國的 BNO祖國的電力公司Scottish 不好意思,用回正宗一點,英文不好用一點 這樣的英國爛仔音Scottish Power 他們的負責人就說 英國的天然氣危機將會持續 令到能源帳單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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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 會維持18個月那麼多 我看到那些朋友和BNO祖國已經 主要是BNO祖國 已經在這裡說 好像很冷 不如開暖氣吧 但是有些人怕電費貴 因為沒試過多少錢 還有其實每日英國的報紙 都是說百物騰貴的 當然有些人說很便宜 你圍回港幣可能很便宜 圍回港幣但是你賺的錢很少 你賺不到香港那麼多錢 香港那麼容易賺錢 那裏賺的那裏需要一件事 不要整個鄉下仔 那其實這間能源公司就警告 哎呀到了2023年的時候 可能全英國剩下5到6間有實力的能源供應商 那Scottish Power的CEO就叫Keeve Anderson 他就說英國創紀錄的能源價格 就意味著全部家庭繼續要面臨18個月的能源費用大大上漲 而且即使是運行得很好的能源供應商都會破產的 因為價格很貴 那他也說唯一可以在能源供應市場遭受這輪衝擊下 生存下來的公司可能是少數由大型跨國公司支持的公司 就令到多年來本來相對公平的能源市場 變得越來越少競爭了 是的 剩下幾間寡頭就不得了 早前其實經過英國競爭 英國的能源公司就從6間增加到今年年初 都是有70間的 但是在過去六個星期由於這個能源的成本價格 是衝上太空那麼高的 所以已經最少有13間能源供應商破產 兩百多萬個用戶是受到不便之處的 要將他們的帳戶轉移到其他公司 那當然不方便了 轉來轉去 那安達臣就說 不好意思了 我暫時看不到任何新政策 亦都看不到任何新希望 亦都看不到政府保護弱勢股客的措施 那Scottish Power呢 就呼籲政府和監管機構 及時調整價格上限 這樣就可以令到供應商更加容易轉價成本 給消費者 他的原話就是 供應商可以快速地將上漲的價格成本轉移給消費者 你都很老實了 安達臣先生 與此同時 安達臣亦都說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政策 好像社會能源稅等等 就可以保護到那些負擔不起 能源不斷上漲支出的那些家庭 目前每六個月 就會對能源價格上漲的限制進行一次調整 即是他有個CAP的 有個最高價限制的 但是調得很慢 所以令到 13間公司就沒有了 安達臣亦都說 明年4月和10月 消費者的能源支出 是會 升得最高的 他就覺得 6月之後消費者的能源賬單 再會 巨升 即是超級地升上去 每六個月調整一次能源價格上限 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應該更加頻繁地調整 如你所說的 將這個 叫做 轉價比消費者的速度更加快 是吧 這個阿哥 挺老實的 安達臣先生亦都說 一個 深思熟慮並且有靈活性的價格 上幅限制 應該是至少每個季度改變一次的 即是每三個月 就要 調一次這個價格的上限 這樣才可以防止 能源供應商的流失 他亦都說 調整 可以幫助能源價格 變化更加快 正確地 傳給消費者正確 你不用怕不正確嗎 另外你看到了英國能源監管機構 Offgamp就說 他們正在和 約翰遜 即是金武裝 英國首相和能源行業 緊密合作 以確保全部用戶 是可以有穩定的能源供應的 希望 現在取暖是很成問題 但是也有些好消息 就是 英國 油站的 儲備是回升的 危機就慢慢沒解 入油站的汽車和你家的天然氣 其他的 電子有 不同的 也是一個好事的 起碼不用那麼貴 政府最新的數據就顯示 英國慢慢 開始 越來越多油站 入油站的無源汽油和柴油庫存 也處於 5月份以來的最高水平 英國 商業能源 及 工業戰略部 最新的數據就顯示 入油站 的 全油貫 上星期日 的 油儲備量是45% 很明顯 就高於上個月 盲腸油 就是這個油方時候的 15% 多了30% 很厲害 原來 九月份的時候 每個入油站平均只有 35,900 升的 儲備量 現在 是有 更加多的 都 很好 現在 多了 萬幾毫升 都很好 另外我們看到 英格蘭和倫敦地區 的油儲備量恢復 是最慢的 很多 司機 依然是有少量的排隊 有些入油站 運送得不夠快 好 這就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就來自 中和日 是什麼事呢 其實現在印太地區的安全局勢十分複雜 中國和俄羅斯的軍艦 日前 就是首次穿越日本的 津興海峽 引起這個地區當然是日本特別關注 這麼強的軍事實力穿過我們附近 中國 官方媒體 就將 中俄 軍艦聯合通過日本的津興海峽 稱為 中俄聯合戰艦巡航 其實我覺得 都是要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那麼 很多 美國 和他們盟友的 軍艦 經常在台海附近 走來走去 其實 現在就在 日本那裏 走回一次 其實我覺得是公平的 日本就說 我們政府現在高度重視 並且密切關注 中國和俄羅斯軍艦 在日本周邊的舉動 那麼 其實 日本的報紙就說 在台海局勢緊張之際 中俄的行動 是不是跟 美國 倡導的 台灣海峽 自由航行有關呢 那麼 很多人就問 哪裏叫 津興海峽 津興海峽 就位於太平洋 西北部 日本本州 和北海道之間 那麼 西通日本海 東接太平洋 大概 是130公里 原來就是 第一島鏈地帶 北部的重要海峽 由海峽北上 可以直達 岳霍池黑海 和 美國最西端的 阿留申群島 南下的話 就是 夏威夷群島 和太平洋 海峽的 交通和戰略地位 對於日本來講 和整個亞太來講 是真的十分重要的 津興海峽 亦是日本 東部沿海航行 到西部的 必經之地 世界最長的 海底 隧道連接海峽 兩邊的 日本本州和北海島 這個是 日本最重要的海峽之一 亦是日本 海北部 唯一的 不動海峽 那就是有不動港 戰略來講 津興海峽 中部 就是國際 航道 各個國家 都可以通過的 中國以前有沒有來過呢 中國的軍艦 過去是曾經單獨 穿越 津興海峽的 第一次就是2008年10月 以前 中國 軍艦穿越 這個津興海峽 主要原因 是因為中國軍艦 分別對 俄羅斯 或者美國 或者加拿大 等等的 國家 進行 訪問 2017年的時候 中國 海警公布船 亦首次穿過 津興海峽 這次 中俄聯合 穿過 津興海峽 有中國的 軍事分析員說 今後類似的 軍事航行 還可能會出現 而且 密度亦都會增加 這次為何日本人 好像那麼害怕呢 因為這次中國海軍的五艘導彈 驅逐艦和俄羅斯海軍五艘驅逐艦 就在俄羅斯 彼得大帝灣附近 舉行了中俄的海上聯合 2021 軍事演習之後 就通過這個津興海峽 向太平洋航後 這次中俄的軍艦 聯合行動 在日本引起不少的震動 日本 派出海上 自衛隊 反潛重挪機 和 素雷 艇隊的 艦艇進行信息收集 和警報 監測 日本 內閣 亦都說 對於中俄 軍艦活動在日本周邊的海域 是高度關注的 我們知道 日本長期以來 和中國和俄國 都有領土上的糾紛 中日之間 當然就是 釣魚島 中俄之間 就是 南千群島 日本就叫做北方四島 所以他們 可能擔心 中俄如果聯合 我們不就糟糕 是吧 這個就是 第三則新聞 第四則新聞 又是來自日本的 日本 可能就是因為 和中國的 叫做 一些 爭吵比較多 所以 他們很希望 大佬 美國 做一件事 就是 重返 CP TPP 即是 跨太平洋 夥伴全面 進步協議 其實 日本東京 舉行了第八屆 富士山對話 日本 外務大臣 茂木敏聰 催促美國 重返 CP TPP 其實這個富士山論壇 或者富士山對話 就是由 日本 經濟研究中心 和日本 國際 事務研究所主辦的 日本新的手上岸田文雄 通過視頻是致詞的 當然 說的話都是 老生常談 就說 以美日 同盟作為俗心 堅定地展開外交工作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大佬就是 美國佬 另外 日本的外務大臣 茂木敏聰 都是通過視頻 支持的 他就很希望美國佬快點回去 CPTPP 即是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 因為他就希望美國參與打造 地區的 經濟秩序 如果沒有美國 秩序就會很亂 CPTPP的前身就是 TPP 當然就是 歐巴馬 的一個 如意算盤 打算抗衡中國 但是 前大統領 特朗普當選之後 2017年就退了群 其實今年9月 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都是 先後正式遞了申請表想加入 CPTPP 所以 茂木敏聰就希望 美國回來主持公道 引好 因為 美國 是可以 打造 印太地區的秩序 不過 他亦都說 鼓勵中國 履行 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 很重要的 他敦促國際社會 繼續關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是不是 符合國際標準的方式來實行 有沒有公開性 透明性 而且 有沒有令到 那些 繼續參與一帶一路 倡議的國家 負債累累 當然 他也是不會放過中國的 他 又繼續說 中國 氣候變化 和 世貿 還有發展金融等等領域 是獲得利益的 但是 經常是不守國際社會的規矩 希望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不要扭曲我們的規矩 好 我也是引述的 這個就是 第3則新聞 第4則新聞 就來自 家產生所在的加拿大 加拿大其實有油沙 資源都很豐富的 但是想不到 加拿大的 劉源價格 好像 像 炒火箭一樣升 其實加拿大的天然氣價格 是受人關注的 不過 有一個能源 丙遠的價格 都是飆升的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能源有 巨大的出口市場 丙遠其實 作為天然氣的副產 品或者衍生品 是產生出來的 加拿大有些人就叫他們 天然氣液體 根據 加拿大官方的數字顯示 在 愛媛頓 丙遠 過去三個月的價格 已經大幅上漲 兩毫 半指美金 每加卵 上漲 300% 就是 每加卵 過四銀錢美金 在整個北美 這種 燃料的價格上漲 居然 是超過了天然氣 天然氣已經升得很厲害 彭博就說 丙遠價格 最近是達到 8年以來的新高 而且將會迎來了 更加強勁的 價格上漲 美國的丙遠市場 今過冬天 都是 很瘋 已經是出現了短缺 想不到 說回 美國能源 情報署 美加那麼近 其實美國的價格變動 都可以影響加拿大的 美國消費者 可能會面臨 更加高的 冬天取暖成本 預計 美國上升就沒有那麼厲害 美國的丙遠上升 只是54% 加拿大是300% 估計 取暖油成本就會上漲43% 天然氣取暖成本就會上漲30% 其實 經濟再到開始增長 疫情之後的 復甦 就導致全球 包括 北美兩大國家 加拿大和美國 這兩個國家都是很能源豐富的 但是他們 能源價格也是上漲 這麼過冬天 美加的汪友 真的要小心 可能 冷很多 和 這個能源價格是部長 其實我們看看 加拿大 風業銀行就說 丙遠價格升得那麼厲害 真是令人 十分擔憂 更加大問題的是 加拿大和美國 是不斷地 出口丙遠 因為 有錢賺 丙遠出口增長令到平均 儲備量 是比 五年平均水平低了42% 儲備又不是很舊 我們看到 多倫多 Price Street的CEO 兼 市場經濟學家 就叫做 Royd Johnston 他就說 過去十年 我們北美的天然氣和丙遠價格一直都是 比較低迷的 令到生產商 大量建造出口 設施 當然是為了出口自己的能源 這樣才可以 在亞洲和歐洲 賺更加多的錢 其實過去十年 北美的丙遠出口量 從每日 10萬桶 增加到現在 每日100萬桶以上 因為有錢賺 所以 現在 想不到 北美兩大國家 能源是很豐富的 殞藏量很高的 都是 要這麼貴的 能源 好,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